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主食的主要成分是淀粉 摄入过多 糖分会进入肝脏 在肝脏中加化为糖原 储存的糖原过多 细胞消耗不了 多余的会储存为脂肪 对哦 你再吃下去就变成大胖子了 胖子 不行 不行 我不能变成胖子 我不吃 闻上这一根筋到底哪里好 让你这么放不下 它什么都好啊 它新高T啊 但其实不冷酷 好像跟每个人都保持距离 但其实它比谁都暖 总之就是内敛 帅气 又有才华 记得那个时候 他弹着琴 唱着歌 看来 这次他认真了 对啊 这么好的男人我为什么要放过呢 我要再表白一次 还来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它是你小叔 你肯定比我了解它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的建议是 换人了 不 目标锁定 我仔细想了想 这次是我没有准备好 下次不能再这么鲁莽了 你看 你追丛容都是撩了大半天 都不敢轻举妄动 更何况 不是让他还是一个受过伤的人 别乱打比喻 有事说事 你想怎么做啊 不是快要跨年了吗 到时候我就组织一个四人拍 咱们就一起吃吃火锅呀 唱唱歌之类的 先把这个尴尬的气氛画一画 等我们俩和解之后呢 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 跟他从朋友开始撩起 不 从朋友开始做起 你这想法是挺不错的 但就你俩现在这关系 他能同意吗 是啊 对啊 对啊 如果他一直都拒我一千里之外 那我就只能自己继续上心了 容儿 我现在只剩下你了 好了好了好了 容儿 我跟你说 从现在开始 你一定要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陪在我身边 安慰我 帮我走出困扰 走 咱们回屋去 我这伤得太重了 一时半会儿走不出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了 哎呀 好了 好了 你赢了 来 什么事儿 你干嘛这么死气 晨晨的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爷爷说了 跨年夜晚上让我们一起回去吃饭 命令似的啊 不是问你意见 喂 你听到了没有 爷爷说一起回去吃饭 不去 没空 我就知道你会是这个反应 我都替你想好了 到时候呢 你就来找我们约返 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 拒绝他老人家了 你哪有这么好心 再说了 我们有什么必要约返 我选择一个人的事 那行啊 爷爷就在我旁边呢 你自己跟他说吧 等等 行吗 你说什么是什么吧 给我大爷 大爷 厉害啊 满意了吧 好不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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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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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